大师你好 那么跟在座的很多大学生一样 未来呢我们都要面对工作啊 还有组建家庭的一些人生选择跟问题 那岂不是跟大师所讲的人生种种的苦一样 那我们追求更多的物质更好的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就说明这岂不是一种疾苦吗 那我们是应该追求这些人生的目标 然后再去实现所谓的放下 还是说我们应该直接绕过这个弯路 去实现自己人生放下所有的一切 再去实现自我呢 实际上我们要认识痛苦 但认识痛苦 同时呢我们要有种追求 就是家庭工作以及这个生活的目标 那是不是这是一种欲望 或者说是不追求要放下呢 实际上也不是 我们所谓的放下呢 佛教也讲就过于的贪欲 过于的欲望呢 实际上成为一种烦恼 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心态 那么正常的这种追求呢 应该是需要的 正常的追求呢 实际上它就成为社会的动力 也是这个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 因此你们作为在座的一些大学生也好 你要建立家庭和建立自己的工作官位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要正当的 应该是以正常途径来存活 我今天说的要求不是让大家所有的这些追求目标 全部因为人生痛苦全部放下来 不是这个意思 过多的欲望和过多的虚荣性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奢侈品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利的竞争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一些自我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 我们尤其是你们在座的一些各位都应该建立 但是建立这个必须要掌握一个分寸 我们现在社会人就成为一种叫做羊群效应 就是说一个人买一件名牌的衣服 大家都去买 然后多少钱多少钱就无所谓的 好像只要有了钱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我开始追求 那这样过多的一些奢侈和过多的超越自己的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的 有些人的智慧很不错的 有些人的智力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的 有些人的经济状况很不错的 有些人是再怎么样不行的 根据自己的这种能力 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去追求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 谢谢 感谢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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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